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谢谢我们主席 每一次都喜欢介绍一下讲员 其实做神的仆人 就是仆人 没有掌声的 那个要归于天 对不对 不用这样 我们应该服侍 而且在神的面前 我们能够服侍是我们的福气 实际上刚才那个圣歌 已经唱给我们听了 我们简直是尘土 从尘土中把我们高举起来 我们是何等的荣幸 是吗 我们刚才听到诗歌里面 有很多的朋友 都是因为听诗歌 感动 觉知信主 可是你们有想过 每一首诗歌的背后 那些作曲 作词的人 他们对圣经的了解 的领受 圣灵给他的感动 他把那个诗歌 这样子释放出来 也感动到我们 各个不同层面的人 那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 我们有一个古老的圣诗 他的名字 那个圣诗的歌名 就是我今天所要 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古中的百合花 那么里头呢 他有一个副歌呢 两句话 他说 他是山谷中百合花 灿烂明亮成心 这里的他 就是指的主耶稣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从圣经中找到 他是古中的百合花 这七个字 就像我们认识 我们的三一真神一样 有人说 你没有办法在圣经上 找到三一真神 三位一体 这节词 可是你知道 圣经从起初到末了 所启示的 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主耶稣的生命 在我们当中 其实就像古中的百合花一样 显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都可以看到 为什么 因为百合花 就代表了圣洁 除了它的圣洁 跟那个花的特质 待会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花的特质是什么 真的就是主耶稣的生命 所以因此才会有这么多人 这样的感触 这样的写出来说 主就是我们的生命中 古中的百合花 这里头还有一个 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我们做歌作曲 或者很多的感慨 都会说 古中的百合花 指主耶稣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去说 主耶稣是殿堂上的牡丹花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牡丹花 或者很丰富爱情的 就想说 为什么主耶稣 不是一朵灿烂的玫瑰花 然而说它是古中的百合花 是不是很奇妙 百合花是个非常单纯 非常纯洁 圣洁的一个小花 但是它生在古中 并不起眼 我们也可以回想到 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 我一路走来非常的顺畅 这个人真是 有主同行啊 一路顺畅 阿们 赞美主 他一路同行 这么好 事业非常飞黄腾达 非常高昂的一个事业家 我们就会说 哎呀赞美主啊 他真的是有神的恩高 在他身上啊 他的事业飞黄腾达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 在我们的圣事上 或者圣经上会看到说 主耶稣都是在那个 万马崩腾之下 没有 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 是做什么去的呀 一个小驴居去的 对不对 永远都是很卑微 这个比喻是让我们要反省 我们真的要去寻求 那个主耶稣生命的时候 不是要去寻找 那个顺畅无比的大道 也不是要去寻求 那个飞黄腾达的事业 才是受到主的祝福 不是 神要给我们的生命建造 不是在这个上面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仰望 亲爱的圣天父 谢谢你再度地使用 你这无用的使女 来到你的圣殿 释放你的话语 谢谢你把我从 神的慈爱怜悯 带进了古中的百合花 我知道这里头 你有许多的管教 有许多的教导 有许多的指引 在我们当中 谢谢你 你这无用的使女 常常在触犯 任意妄为的罪的时候 就求你在这个时候 来洁净我 用你的宝血 厚厚地涂抹这个圣地 也谢谢你使用我们今天 对你一切的颂赞 释放你的话语 谢谢你父神 祷告奉靠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两节经文 其实有第三节 我们到最后结尾再来看 我们先看前面两节 这是我们雅各书 二章一节跟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第一节请 我是沙伦的玫瑰花 是古中的百合花 我的家偶在女子中 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对 每个人还不太熟圣经的时候 就很奇怪 沙伦是哪里 沙伦的玫瑰花是代表什么东西 等一下我们下来再讲 在这个之前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在1869年的时候 有一个科学家 他的名字叫做亨瑞奇 他曾经呢 为了一个 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科学家 一个生物科学家 他研究了一篇 一篇论文 叫做野地的百合花 当他在写这篇论文的研究之后呢 他发表这篇论文的时候呢 他第一句话 他讲了非常奇妙的一句话 他说 看哪 所罗门最荣耀的时候 他的荣耀还比不上这朵小小的百合花 他讲完这句话了之后呢 他再用他的数学的数据 来证明百合花 有什么好 为什么是百合花 为什么他要来研究 是在野地中的百合花 这真的是很奇妙啊 他讲这段话 也不是凭空随便说的 那是我们 在我们圣经上面有讲的 这是我们马太福音上面说的 在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 需要了解一下这个背景 这两节经文是雅各书 我刚才在祷告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说感谢神 把我从神的慈爱怜悯 带进了古中的百合花 因为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 我就一直觉得说 我们真的是很懦弱 很小心 我们有自己都在那边造了许多的破口 然而呢 我们却口口声声在叫 猪啊猪啊你来堵这个破口啊 其实我们在不知不觉中 自己就在挖那个破口 所以我就多么地期待神 怜悯临到我 让我自己看见 我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地不顺随呢 不顺服呢 我就一直在找神的慈爱 跟神的怜悯 但是神很奇妙的 就在一天早上沉岛的时候 祂就给了我一句话 就告诉我 古中的百合花 我祷告完起来 我就一命死命在找这个古中的百合花 结果发现它是在雅各书 整卷圣经里面呢 我只有一卷书我就不爱看 我看完了我就蹦过去了 不读 那就是雅各书 为什么呢 因为雅各书 整卷就像在一封情书 很了不起的情书 那是所罗门 他写给他的爱人一些情书 我最不爱看情书了 看得很伤感 一来呢 因为年龄已经年过大半百了 再看这种东西 觉得有点 哎呀 恨时已晚啊 当时我年轻子没 他这么这么这么有味道啊 这么的爱情多多 我就不爱看 而且在圣经上也很绝 也很奇妙 只有雅各书 跟那个以色帖记 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 也没有提到任何属灵的事情 但是他每一件事 每一句话 都在比喻我们的神 都在比喻我们的主耶稣的生命 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就开始在看雅各书 我知道神要我 面对我自己内心那颗软弱 所以我就开始在读那雅各书 越读越读 我就越爱这本书 这卷书啊 在这两节经文中呢 我们要分享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刚才我说过那个科学家 那生物科学家 他说百合花有多了不起 有多好 怎么样 我们来看一下 百合花的品种 你们知道有多少种吗 全世界各地 有一百多种 单单在我们中国 就有55种 然而他每一种花呢 多多少少 它的香味呢 都是不同的 它有它的作用 等一下我们会分析出来 有很多国家 都很喜欢用花 来代表它的国家 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因为我打不出来 我也找不到 也没有特别去查 我们台湾来的都知道 我们中华民国是什么花 梅花了 那中国大陆是什么花 牡丹花 日本是什么花 樱花 所以你看 每一个国家都会代表 它国家一个特色 取一个花的名字 取个花 我小的时候呢 是在一个很特殊的 戏剧学校长大 从五年级开始进学校 一直到高中毕业 然后呢 到了差不多青少年 开始发育的时候呢 我们那些男生呢 就很坏 替女生取一些花的名字 不是花名 而是取花的名字 我很记得 我们有个女孩啊 真的很漂亮 是我们校花 人又漂亮 个性又温和 你不认怎么跟她讲 她都很顺很顺 结果我们这些男孩子呢 就给她取个花的名字 说她是向日葵 为什么呢 这个男生也说她好 那个男生也说她好 就他们就给她取个向日葵 为什么叫向日葵 你们知道吗 因为她跟着太阳跑 哪有亮光 她就往哪跑 她就跟着向日葵 就要跑啊 好不好玩 结果你们猜 他们给我取个什么花 猜不到 喇叭花 我先认为在下面说 我是喇叭花 我还真希望 我是个喇叭花呢 结果不是 因为那个时候 年轻气盛的我 非常的骄傲 我还不是玫瑰 我还没有玫瑰 这么吸引人 他们给我取个叫兰花 那个兰花一看 哦 兰花 不能碰的 这个人你看有多骄傲 在神的国里面 这样子是不受神喜悦的 可不要当一个兰花 我们要当百合花 但我们在看这个百合花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百合花是个非常普通的花 它有几种特性 有六种 第一个特性就是很吸引我的 它的体温会随时改变 你们知不知道 它的温度会改变 它怎么改变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改变 因为那个昆虫啊 爬到它那边去采 采它花粉采蜜的时候呢 它就它的身体的温度 就跟那个昆虫就改变 冷啊热啊 它就跟它调整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它要让那个昆虫 在采蜜的时候呢 温度不会冷 不会热 很舒舒服服的 在那边采蜜 是不是很奇妙啊 好 这个会改变 另外一个呢 是它会放射紫外线 它那紫外线的光一放出来的时候呢 它在远方的昆虫就看到了 然后就会跑过来 来采花粉 好 然后它的香味也会一直改变 我刚才讲过 它一百多种花 一百多种不同的香 它会发出那个香味来 让附近的昆虫呢 也爬过来 都来采蜜 都来采它的花香 而且它各种花的不同的香味的时候呢 那些昆虫过来的时候 它各种都能够采到 虽然是两种百科挖在那边 它两种都要采到 不会只采一种 所以它非常的细腻 它激动性非常的强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会自动水化 这个实在是 我没有看到这些百科全书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这么奇妙 它会水化 为什么水化呢 因为你看 那个蜜 那个花粉长在那边的时候 那个虫好吃啊 一直吸 一直吸 不走了 你看它那个花就觉得 你光吸我一个人不好 你还到别的地方去 不要光吵我一个人 就像我教琴一样 我教的 教的之后教的挺好的 那个老师教另外一种绝世琴 你也应该去学一学 就像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花 它的激动性到这种程度 当那个虫来吸 吸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它自然就变成水了 让那个昆虫吸不到了 吸不到没有了 那昆虫怎么办 只好离去 再去找别的 另外一株花去了 所以这个是 很了不起的一个机动性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向日葵的特色 那个向日葵呢 它会随着太阳 哪边有亮 它就呜呜呜 就去找去了 但是百合花不是 它的方向感呢 变化得很奇妙 我们好不好 请那个嘉楠 放到第一张图片 我们看这个 我们右手边的那个呢 是百合花早上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早上昆虫都来了 所以呢 它就把那个花就朝下 朝下的时候呢 让那个昆虫呢 能够好去容易 从里头花心里面的粉 都能够吸得到 到下午了 昆虫都走了 没有人吸 没有虫去吸的时候呢 它那个花就自己 嗯就抬起来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 百合花 是右边的这个百合花 张往上的 那是已经从昆虫 已经布莱西的时候 所以你看 它连这样子的 一个机动性 它都有 就是往上往下 看它随时的需要 换句话说 你没有发现 百合花的特色 它完全是为别人想 完全是为别人 为对方 不是为他自己 他都为别人 到了下午的时候 抬起头来了 把那个剩下的花粉 在边上的再倒流回去 到他自己的骨干里面去 让他自己再更坚强 再好 再丰盛 然后等到第二天 别人再来的时候 他再可以给别人 所以你看这种生命 像不像我们主耶稣 难怪有很多人 在歌曲里面讲说 主是古中的百合花 真是有原因 虽然经上 没有写的七个字 但是真的能形容到 我们主耶稣的生命 我们光看世间 来看百合花 不够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是不是 我们总要看看 圣经上怎么讲 我们圣经上 讲得也很清楚 我们第一个 讲的圣经上 是圣殿中的百合花 是在我们列王纪上 列王纪上第七章 那一章也蛮长的 我们就不用再看经文 就讲那个故事好了 第七章是在讲 列王纪上是在讲 所罗门建殿的时候 他的殿要怎么样 装这个 放那个祭坛怎么样 就讲得很仔细 但他非常清楚地 讲一件事情说 这个是神的殿 要用什么为装饰 要用圣洁做装饰 什么东西能够代表圣洁 百合花 所以当他建殿的时候 那个殿的柱子上面 一定要刻 每一个柱子上面 都要刻那个百合花的花形 我有看到 我有找到那个照片 都要刻上那个百合花 就表示百合花是代表一个圣洁 在圣殿里面 然后第二处呢 我们所看到的是在诗篇 那诗篇其实有四个地方 都有提到百合花 但是他并没有形容 那个百合花到底是怎么样 在诗篇45篇第一节 他就讲 他说 可拉的后裔的训毁诗 又是个爱慕的歌 交给林长调用百合花调 你知道我们诗篇里面 有很多的诗篇 都是用这个调子 那个调子 那百合花是一种歌的调 那个百合花的歌调是什么 就后来他们解经家来解出来的 就是百合花的调 就是一个很柔美的爱情 爱慕的一种歌曲 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现在结婚进行曲了 就从百合花的调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以色列 他们一直到今天 到复活节的时候 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一个是鸡蛋嘛 是不是 另外一个就叫百合花 所以复活节的时候 这两样东西是不可缺少的 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希望 一个盼望 跟那个鸡蛋 这两样东西都配在一起 而且呢 以色列人每一次 到了玉月节的时候呢 他们一定要唱很多的诗 来感恩 就是唱这个百合花的调 所以百合花的调呢 不但只是一个 爱慕的一个歌曲 也是一个感恩的 代表一个感恩 这是在我们诗篇里面 除了刚才我讲的45篇 有讲到这个百合花调之外呢 60篇跟69篇跟80篇 四篇里面都有 我们下去就可以来查 第三个地方呢 就是野地的百合花 野地的百合花 是在我马太福音讲的 就是刚才我讲过 那个植物的那个科学家 生物科学家他讲的 野地的百合花 是个不忧虑的百合花 我们如果有圣经呢 可以拿出来看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 马太福音 是 我们可以看上面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来请 何必为衣上忧虑呢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 怎么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 也不仿现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 极荣华的时候 它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朵花一朵呢 你看这里头 讲的多美啊 那个百合花 只是一个野地的一朵花 你不用去 特别去浇灌它 你不用特别把它 挪到温室去培养 它就长得很漂亮 而且蛮骨都是 这是神造的 你看神造的万物 你都不要去忧愁 它神都会养 有没有 那五只麻雀在树枝上 它在上面睡觉 在唱 它不会掉下来 是吗 你有没有看到麻雀 在上面睡觉 睡着了 打呼了 掉下来了 没有的 神造它的时候 它就在上面睡觉 不会掉下来的 我们经常不是 常常都说吗 神要是不允许 连你一根头发都不会掉 是不是 所以神造万物 都是有它的美意 都有它的定时定点 另外呢就是说 为什么说所罗门呢 因为我们从 所有的历史来看 最雍容华贵的时代 就是所罗门王的一个时代 而所罗门王 所有的荣华富贵 都是人手所加添的 换句话说 人手所加添的一切荣华富贵 不及神所造的天然 自然 不带忧虑的 所以这在我们圣经中 第三个地方 我们讲到的百合花 第四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 就是我们雅各书中的百合花 我刚才讲过 那个雅各书啊 是我最不爱看的一卷书 我相信各位呢 也知道 我们从小如果在 在那个儿童主日学长大 有谁在儿童主日学里面 听过儿童主日学的老师 教过你们雅各书的 没有对不对 所以这个雅各书是非常奇怪的一卷书 但是你一定要灵命 到了一个时候的时候 神圣灵就要开启你 你就是要来读它 我们今天第一个讲的就是古中的百合花 在二章一节的时候呢 前面是有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读中国历史都知道 我们的皇帝喜欢为福出巡 下江南 所罗门也是 他有一天呢 就为福出巡去了 就到了一个北方的乡下 到了乡下呢 就看到有个乡下的女孩 黑不溜秋的 在一个葡萄园里 在照顾那葡萄园 他为什么在那照顾葡萄园呢 有个原因 因为他的父亲留下来财产很大 分出去给他的弟兄们 但是他的弟兄们呢 就很坏 自己呢 跑去弄更多的东西 就把那个整理葡萄园的 小事琐碎的事情 叫他妹妹去弄 就叫这个北方的女孩去弄 他每天在日光下曝晒 所以皮肤变得很黑 那这个女孩心里就想了 完了 我这一辈子嫁不出去了 你知道以斯天 对不对 他要结婚前 一定要先多久多久 要让他自己皮肤变得很白 还一才能做新娘子嘛 他就一直很哀愁自己 很哀怨 我这辈子我就嫁不出去了 皮肤这么黑啊 怎么办呢 他每天在那边很忧愁 在那边照顾那个葡萄园 结果 诶 殊不知索罗门有一天去了 就看到他了 两个人就开始聊天 你好啊 我好啊 你啊 就讲啊 过了一天 第二天又来了 两个又在那边聊 三天 四天 五天 一个星期 两个就坠入爱河了 索罗门就爱他了 但是你知道吗 索罗门那个时候 已经有六十个太太了 六十个了 他要是做索罗门的太太 变成六十一个 是不是很可怕 但是他那个时候不晓得 但是这个女孩子 相信是神所赐的 他必要娶她 后来索罗门真的去娶她了 他也真的就跟索罗门进殿了 到了进了皇宫呢 要大摆宴席了 要欢迎这个新的皇后回来了 对不对 大摆宴席 你们去想想那个场景吧 那六十个美女 细白嫩肉的 雍容华贵的围绕着她 她一个人黑不溜秋地坐在当中 她心里作何感想 怕不怕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嘛 是不是 一看 每个都比我厉害 每个都比我漂亮 我怎么办嘛 所以她在这一节经文里 她讲她自己 她说了 我是沙伦的玫瑰花 古中的百合花 沙伦就是以色列边上 加密沿海的一个平原 那个玫瑰花 不是我们情人节所送的玫瑰花 那个是水仙花 满柱都有的 到处有非常平凡的一种花朵 没有人 踏过去都不会觉得那是朵花 就当她是草 她说她自己是那个 古中的百合花 刚才我们讲过百合花 是这样的圣洁 这样子的美丽百合花 它应该在哪里啊 应该在圣殿的门口 对不对 摆满了一排百合花 哇 我进了圣殿的圣洁无比 它不是 它这么圣洁的一个百合花 它长在谷底 在谷的下面 阴暗之处 谁去看它 没有人看它 它自己在圣洁 它再好 没有人注意它呀 它在谷中的百合花 你看到没有 它心里是这样的谦卑 这样的 可以说是自卑了 这样的一个 把自己这样卑微下去 在那边 但是 神没有亏待它 所能不能爱它 因为它不是自己去 鱼跳龙门要去找的 是神所赐的 神就要祝福它 所以呢 第二节它就说了 我的家偶 女子中 好像百合花 在荆棘内 这是所罗门回应它的话 它说 是啊 我的家偶 就指那个北方的女孩 它说 你是个百合花 但是你长在荆棘当中 你看 所罗门把那六十个兵妃 他的前妻 当成是荆棘 挤压它 它在荆棘当中 生长出一个百合花 所罗门王在鼓励它 告诉它说 你要屹立不倒 你仍旧是你的百合花 你百合花的生命 永远在那边 不会受这些荆棘的影响 你不会变成荆棘的 是不是很美 这就是我们雅各书 这两节里面 所讲到的这个百合花 好 我们既然知道 百合花生命是这样 那跟我们有什么相关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 自己做一个很圣洁的圣徒 将来我们走完这个 成圣的道路 我们去同享 同享天国的荣华 是不是 我们来跟耶稣同管万有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 来学习这个百合花的生命呢 刚才我们讲过 百合花有这些机制的性能 第一个 我们有没有可能 把我们的生命里面 去随时改变我们的体温 去适应别人 很难 对不对 当我心情很愉快的时候 到了一个地方 一进去 有一个人 捧了个脸对你 然后凑你两句 请问你的笑容还在吗 就没有了吗 对不对 笑不出来了 如果我今天很忧愁 我到了一个地方 我很伤心 就那个地方呢 在那边 很快乐很快乐 可能你如果心情很 能够刹得开的 你可能会跟他们一起快乐 但是你如果背到极限的时候 你看到别人这么开心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开心的 你会一个人躲在墙角 去掉眼泪的 这就是我们人 常常没有办法去体验到别人缺少的 别人所需要的 我们常常只看到自己 我们常常看到自己的时候 就忽略了别人 像我们在教会服饰当中也是一样 当有人来找你说 我这个有的困难 就像昨天我们练师完了以后 林哥来找我 为这个事情 我昨天晚上回去祷告 我也心里很难受 林哥来说 我们能不能不要星期六练歌 我们星期五好不好 我马上就跟他讲 不行 一定要星期六 为什么呢 因为我熟律法 我在周报上写的是礼拜六 我就要是礼拜六 我就没有动 所以这就是我的老我 你看到没有 我没有改变我的体温去适应他 我也没有用我的体温去体会一下 他到底为什么要改成礼拜六 我连问都没有问他 所以我回去那圣灵大大的责备我 你怎么不问他 为什么要改成礼拜五 他肯定有困难嘛 可是我没有改变我的体温 我就马上拒绝他 No 就是礼拜六 我们多么像个法利赛人 所以改变体温是何等的重要 大事小事 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 就是会出现 我们就是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 去反省 求神怜悯我们 让他圣灵常常光照我们 让我们常常看见 然后第二个 我说他最特殊的就是 他会水化 我们在教导的时候也是一样 柏利牧师最喜欢讲我们汪弟兄一句话 就是少一点浅一点 短一点 我们常常在做教导的人也犯这个毛病 我们常常会有寄养症 这是我先生常常说 你犯寄养 就是你会这个 你不讲你就很难受 你就一定要教一定要讲 其实有的时候 要按时分量 要按量要给人 那个baby来了 你给他一碗牛排 他吃不动 什么人来要什么 就像我们孔老父子讲的一句话 对不对 要因材施教 所以当你要教导别人的时候 你也要看他需要什么 换句话说 当你要做教导给人的时候 你要先去了解 来跟你学上课的人 他的需要是什么 你要按着他的需要去给他 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开一个小的分享会 你要先了解到 来参与分享会的弟兄姐妹 还是木道朋友们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他们要什么 我那天还跟张弟兄 我们在开玩笑 我说在华夏教会做分享 做讲道 比一般教会都难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三分之二是神学生 神学基础非常的浓厚 三分之一有一半 是木道友 这个三分之一的另一半 也是个老基督徒 在这样的一个组合下 你要如何去讲一篇道 一个分享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 只有往你的生命当中去思考 要思考每一个人的生命 所以你要在祷告的时候 你要想 主啊 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我今天要怎么样来 体会到什么东西 我要来跟他们分享 真的要在祷告当中去求 只有圣灵来带你出来的时候 你所释放的东西 才是适应每一个人 很奇妙的 你不信你试试看 如果你是靠你人去做的时候 你真的张口结舌呀 你讲两个小时也没人记住你讲什么东西 很奇妙 真的要靠圣灵在带 因此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要想到这个百花的生命 要去想到对方 他们需要什么 他们要怎么样 把他们所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去 让圣灵来光照 这是我们要学他的 怎么样来改变 那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改变呢 就是从环境里面来学习改变 我们每一个人呢 对不起 每一个人呢都很喜欢处在一个 优渥的环境 就是好的环境里面 就是英文讲在comfort里面 我躲在那个comfort里面 我就不想动了 我这次挺好的嘛 我就把我这个弄好了就行了 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excuse 当神点招你的时候说 嗯 你 王弟兄 你要去以色列宣教 王弟兄说 哎呀 不行啊 我不能去啊 你看我儿子现在才刚刚高二啊 我还要伺候他到大学 我才能走 再给我两年 你们记得约拿的故事吗 记得啊 真理记得啊 约拿的故事 神要招你的时候 你去哪都去不了 你都得要回来 你都要听 因为这是神的旨意 绝对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在知道这个环境的时候呢 虽然我们要离开这个comfort 我们也要欢喜快乐 去接纳 去走 去离开 而且呢 在困难的环境当中呢 我们才能学到我们更坚强的生命 当你自己处在那个低谷的时候 最痛苦的时候 你将来那个最痛苦的那一点 就是你祝福最多人的地方 因为那个多数的人都跟你一样 会受到那极大的苦难 我们记得有一个暗示的皇后 这个故事呢 我当时听到的时候呢 我不认识他 但是我听到他故事的时候呢 我就非常的感动 他眼睛失明 看不见 只能在暗示里待着 他不能见光 就大家社会上呢 就想去安慰他 去看他 每一个去看他的人 都被他所感动 然后都信了主了 他在暗示里面 受到了圣灵的感召 他就在那个暗示里面 跟神就有一种灵交 跟圣灵 然后呢 他就在那个暗示里面 就一直跟人家传福音 他就把神的那个奥秘 跟神的爱 这样子传出去 他救了多少灵魂啊 他带了多少灵魂 到神的面前去 所以你看 我们谁能像他一样 我们现在眼前 也看到有一个牧师 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 没有手没有脚 可是你随时看他 他都嘻哈的 好高兴哦 有没有 他能打球 能游泳 他什么都能做 对对 所以你知道 多少人都在困难环境当中 他能够见证神 所以我们要晓得 不要处在一个优越的环境 当在诗篇里 在真典里面告诉我们说 荆棘的百合花 有的人呢 去把那个荆棘 比作这个世界 我们今天就当他 举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诱惑很大 有好的诱惑 有不好的挤压 假设这个世界来压迫你 来挤压你 你要怎么办 你要屹立不倒 像最近我们看到 有些中国大陆 那个传福音的宣教士们 受到一些欺压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连那个教堂上面的十字架 都要把它拆了 我觉得这真的是 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只因为他自己个人的信仰 他就要去拆那个十字架 可是在一般很多的 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呢 都觉得基督徒太霸道了 为什么呢 基督徒只要是外教的 我们基督徒都喊杀喊打 其实不然 我们哪里有喊杀喊打呀 是不是 我们只是有的时候 为了真理 我们必须要站立的稳 我们并没有去打杀别人 那现在很明显地摆好了 是他们把打压我们 他把我们十字架都给拆了 是不是 我们要为了真理 我们要站立得住 最后呢 跟大家讲的一个结论 更重要 刚才讲的百科花的生命啊 现在讲的结论是更重要的一点 我们都知道 我们要跟主耶稣联合 跟主耶稣的爱要结合在一起 就像这个良人 跟这个北方的女孩一样 要你爱我 我爱你 这个所罗门王 跟这个北方女孩所说的话 就是我们跟主耶稣说的话 我们可以联合在一起 但是 所罗门可以跟北方的女孩 一直在那边 北方草殿里面 以草为床 在那边过一辈子吗 不行 所罗门说 抱歉 你爱了我 我爱你 我得带你进皇宫 你得要跟我一起到皇宫去做网 要管理这个国家 这个时候你跟他的爱情 还能够躲在密室里面 你跟我 我跟你吗 不行了 我们要公开 公诸于世 当你一个两个人的感情 爱情 公诸于世的时候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们想想看 戴安娜王妃 她嫁给查理士王子的时候 她多凄惨 你们觉得 戴王妃好漂亮 可是你想想 她真的生活一辈子很可怜 她真的很可怜 没有一点点私生活可谈 连怀着孕在自己后院 在那边游泳 还被人家用望远镜罩 然后放在电视上面 她心里多难过啊 完全没有自己的私生活 我以前小的时候 我16岁去拍电视剧 那个时候台湾 大概台湾电视台 我是第一个武打明星 大家很稀奇 好不好就不知道了 就是很稀罕了 然后每一次呢 拍完一场了 中间有一大段 没事干了 怎么办呢 没事做怎么做 我就我要吃西门丁的顶呱呱烤鸡 我就叫了三五个人一起 一出门坐计程车 因为不敢坐公车呀 坐计程车 然后戴了黑墨镜 跑去买了 一到那个戴了黑墨镜 别人还认得出你来 还来抓着你呀 签名啊 问你话呀 缠着你不放 其实那种日子好不好过 不好过 我其实一点都不快乐 过那种日子 然后我们小的时候 上台演出的时候呢 只要报上一登我的名字 我就惨了 为什么呢 老师一起床了 一看报纸一看 又有我的名字在上面 又有我的照片 我这一天日子很难过 因为那个老师呢 是教唱那个 胡须的老生的老师 是我的干爹 他只要一看到报上 有我的名字 那天下午 我就没好日子过了 就把我叫去了 有理没理呀 就损我两句 骂我两句 然后一回大部队 翻个白眼 啪的棍子就打过来了 所以只要是报上 一登我的名字 我就恨不得把所有的报纸 全部买掉 不让那个老师看最好 看完了我就惨了嘛 是不是 所以做个有名的人 被人家看见 其实不快乐 我凭良心讲 一点都不快乐 我宁愿 别理我 我坐在边上算了 别叫我上去了 我真的不稀罕 这个东西 我真的不喜欢 因为你真的到了 那个地步的时候 你真的会很可怜 但是我们要面对的 一件事情是事实 我们嫁给主耶稣 主耶稣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啊 那我们将来是什么样的日子 你们可想而知吧 万王之王的太太呀 万主之主的心腹啊 那还得了啊 那不是很多的眼睛盯着你看吗 是不是 那你能够 人家盯着你看 你在那边 生气 在那边 骂人 在那边发牢骚 行不行啊 不行 当然不行啊 我们要做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心腹了 那我们是不是彻底要 里头要改变啊 我们要随时随地 都要注意到说 我今天身份不同了 我要怎么办 我不能随便再骂人了 当我要发怒之声 我想哎哟 不行啊 我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的心腹 我怎么能乱骂人呢 我得有气质一点嘛 收敛一点 是不是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回去以后 自己告诉自己 我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心腹 来我们跟隔壁的同事讲 我们朋友讲 你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心腹啊 来王浩 你是王子啊 王子王妃啊 我们每个人都是王子王妃 对不对 我们要很高兴 达到这么高贵的身份呢 是不是啊 所以当你拿到 这么高贵的身份的时候 你必须要知道 我的身份是这样 我要跟我的身份相称啊 我不能是这个身份了 结果我还在那边 乱发脾气 乱发飙 随便乱挖破洞 去东家长西家短 行不行这样了 就绝对不行了 是不是 所以这是我们生命中 必须要很大的一个改变 也但愿呢 在我们两人世界 走出来的时候呢 能够常常地反省自己 但是听了这么多 也不要害怕 我万一做不到怎么办呢 我被修了 没有 这个主耶稣不喜欢我 怎么办 不要怕 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 当二章四节的时候呢 那个所罗门王跟他讲了 他说 对 后面有写了 二章四节 他说啊 他拜我入宴锁 以爱为奇 在我以上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都知道 要怎么样做 如何做 我们为什么做 我们都知道了 但是凭我们能做得到吗 凭我们真是做不到 让我老我不是说了吗 昨天晚上我还犯了个大错呢 是不是 凭我们的老我真是做不到 但是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 我们要怎么办 要以主耶稣的爱为奇 在我们以上遮盖我们 我们每一次要出发 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或者我要发怒以前 我们都要想好 主耶稣啊 你的爱遮盖我 你在我以上 以你的爱的旗 遮盖我在我以上 只要你的爱能够包容我 什么事情我不能原谅 什么事情我不能过去 什么事情我要发 这么大的怒气呢 其实都不要了 因为有主耶稣的爱 在我们以上 我们就是要倚靠他 倚靠他对我们的爱 我们才能够继续走下去 这条人生的道路 否则要靠你的智慧 靠你的经验 真是很难 要靠我们的老我的知识 经验来看 我看没有一分钟 你不要发怒的 你每一件事情都看得不顺眼的 因为都没有照着你的意思做 所以你绝对不会满意的 你一定要发怒 所以有主耶稣在我们上面 他以他的爱为奇 在我们以上 真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常常 把这个百合花的生命 放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随时地来思考 做一个古中的百合花 虽然这个百合花 长在荆棘里 我们也不惧怕 我们也要屹立不倒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要倚靠 耶稣的爱为奇 在我们以上 好不好 我们请祭拜团 跟我们一起来唱 今天的主题 古中百合花 我们下边 谢谢观看